如果内心觉得自己没错 就算是在好的地方 依然觉得没错 若是有错 就算身在闹事 也一样可以尽私计过 一个坚毅的声音 从亭子里传出来 两人转头看过去 才发现在梁亭外侧坐着一个人 因为被梁亭的立柱遮挡 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 一个身穿蓝色道袍的男子 坐在悬崖边上 没有面壁 而是盘西坐在亭子的最外头 凌空而坐 毛小芳拱手笑道 陶兄所言极实啊 叶绍阳走进梁亭 正好这个道士 也转头过来打量他们 道渊祖师 叶绍阳一眼就认出来了 虽然面前这个男子看上去 也只有二十多岁 浓眉大眼 但是脸型轮廓和五官 都跟老年的道员真人一样 不是他还能是谁 叶绍阳可算是见到了一个自己认识的人了 虽然在人间的时候 跟他关系并不算太好 还在玄空观打过一架 不过叶绍阳跟他并没有本质的矛盾 在这个世界见到他 内心十分激动 忍不住就叫了这么一声 道员真人愣了一下 上下打量的 发现不认识 冷着脸说道 我好像不认识你 不过你这声祖师 千万乱叫 我是龙虎山二代弟子 当不起祖师这二字 叶绍阳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自己刚才也是激动 直接叫了百年之后的称呼 当下黑黑一笑说 你有二十多岁了吧 道员真人一下子愣住了 也没想到叶绍阳突然会这么问 别别别 我不是要跟你介绍对象 只是我一直都说 你有一百多岁 我以前是怀疑的 现在我真的是信了 道员真人看着他 像看一个神经病一样 这眼神让叶绍阳自己都觉得 自己有点神经了 当下干咳了两声 缓了缓 跟他介绍了毛小芳和自己 毛山第三十九代传人 道员真人看着他 嘴角在立摸冷笑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 不知道你来找我干什么 但我很钦佩你的勇气 我龙虎山与毛山世代相较 同理连之 我对毛山的了解 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毛山现在的长教是三十六代 三十九代 只怕要百年之后了吧 叶绍阳耸了耸肩爽 你说的没错 我还真是百年之后的毛山传人 道员真人当然不信 不过也没有再往下问 他已经断定 叶绍阳是个招摇撞骗的人 这样的人在江湖上很多 冒充毛山的龙虎山的马一神像的 笔一笔皆是 他只是好奇 眼前这个人为什么到自己面前了行骗 不知道什么目的 因此也没有感叹 转头对毛小芳说 天道宗的道秀 来此何感 我是来陪叶天使的 毛小芳拱了弓手 毛山的 叶天使 道员真人把天使两个字咬得很重 说道 你来找我 便说个清楚 否则你打着毛山的招牌 来这里招摇撞骗的话 我为毛山的情语 恐怕要让你不这么容易离开 他冰冷的眼神 让叶绍阳感觉到了 百年之后那位不卑不亢 以神正气的道员真人 神色都是一样的 叶绍阳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望着悬崖对面的山 用力叹了一口气说 我从哪里开始说好呢 毛道长你也在这 我也不瞒你们了 我叫叶绍阳 我是大唐国师叶法山的后人 同时 我也是毛山第三十九代长教 毛小芳和道员真人听了 全都镇住了 毛小芳跟叶绍阳一路来 是信任他的为人的 听了他的话 还是忍不住有些怀疑 道员真人更不用说了 眼神中满满都是怀疑 甚至有点按耐不住 我师父是青云子 毛山第三十八代长门 满口胡言 道员真人猛然站起来 你从一开始就跟我撒谎 我没法听下去了 我 这是什么 天师牌 你能看得出这是真是假的 叶绍阳把自己的天师牌递了过去 道员真人接过去看了一会儿 灌入钢器 天师牌这颗亮了起来 放出了柔和的明光 即使在白天也能看得见 道员真人大吃一惊 仔细看着天师牌的材质 和上面附着那股力量 他能感受到 这股力量中的古朴之感 绝对不是现代的东西 这块天师牌的主人 绝对是道教一代宗师 这是谁的天师牌 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是我先祖 叶法山传给我的 自然是我的了 上面的一片枫叶 就是我家的姓氏 叶绍阳把天师牌 拿了回来 轻轻一握 立刻发出了多么的光彩 证明了自己是主人的身份 你们先别震惊 我从头说起来 我是从2016年来的 公元 今年是1922年 我是一个穿越者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我 叶朝阳挠了挠头 想来想去 还是不要从头说了 免得泄露将来的事情 毛小芳还好 自己那个世界没有他 说明他没能活到 九十多年之后 这也很正常 因为炼丹和懂得养生之道 虽然修道之人 只要不被邪物弄死 一般都能比较长手 但是能活到百岁以上的 还是很少的 况且毛小芳 现在就三十多岁了 导渊真人的话 一百年后还没死 自己如果说多了的话 未来世界的信息 那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叶绍阳简单说了 自己的经历 尽量不涉及别人的人名 最后说到了空姐之战 自己被徐福用山海印 带到了九十多年前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叶绍阳还是第一次 对人吐露出这些事情 而且听众有两个 叶绍阳一口气说出来 说得那个畅快 说完之后 再看两人 简直目瞪口呆 叶绍阳看着毛小芳 又看看道渊真人说 我说完了 你们怎么看 道渊真人缠绵了一下 吐出两个字 嗯 不信 叶绍阳怂了怂肩说 怎么样你才会相信 怎么样我都不信 我不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也没听过什么山海印